大家好,我是大时候亮哥 进入了2024年WSE田径公开赛西安战已经落下了帷幕 今天给他回计设的是U12女子800米角色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回计设的主角就是来自西安的张千玉 现在张千玉年仅才只有12岁 孩子是一位小学生 最终张千玉以两分28秒95的成绩无需念的话 张千玉是一位800米和1500米双肩下的选手 其实在本次1500米决赛中 张千玉就有着非常抢眼的表现 1500米的时候张千玉升批8号 本次由于没有开设U12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 所以张千玉升级别去报了U15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 虽然跟大姐姐几个一起比 但是张千玉依旧展现出凝压的态势 比赛克兽张千玉就上演了狂飙 最终张千玉飙出了5分16秒11的成绩无需念落货 张千玉这个成绩也轻胸打标了 国家三级运动员5分30秒的标准 结果到了本次800米决赛 张千玉的状态更是站立了 今天张千玉升批4号 本次上比赛张千玉的最大凶对手只有他自己 比赛克之后张千玉出挖非常不错 出了领先的韩脸座 才跑出没多久 直接张千玉就已经互联了第一位 刚开始张千玉就显得非常强势 接下来直接张千玉就上演了狂飙 这也一下子就将身后的对手甩开了 跑这个800米不仅要考验运动员的个人能力 体能的合理封配也是非常关键的 400米结束的时候张千玉要要领先出来第一位 这个时候张千玉已经领先第二名选手30米的距离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比赛进入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 接下来只见张千玉继续上演凤凰冲刺 由于张千玉这最后400米上演了再次加速 这也进一步拉大了和身后选手的差距 只见屏幕只能轮得下张千玉一个人了 只见张千玉直接跑出了无人去 最终张千玉以2分28秒95的成绩无需力度过 张千玉这个成绩也轻松达标了 国家三级运动员2分38秒的工作 距离二级运动员的2分26秒也只有好理之间 张千玉这个成绩也比大学生800米 体测满分的3分10秒都还要快 可见已是急剧天赋的 好了本期视频记得走 青山不敢 绿水残留 我们下期再会